两岸差异大不同 交往台湾的男生和大陆的男生有什么差别呢 台湾男生到底有没有大家想的这么抠门啊 姐妹们真的不要随便和台湾男生交往 因为他们会让你们自己买单 女生自己买单耶 台湾人啊太小戏了 是吗 不用啊 几十块我请你就好了 这属台湾学人都不爱 到底谁给你这种莫名其妙观念 告诉我为什么你不喜欢台湾男生 很多都很空 男人跟女人出去吃饭 只要让女人买男的 这个男人的男子气概瞬间就会被迷命 内心瞬间就会没有人 我告诉你 就这么直接 除非这个饭你不吃 比如说约会这件事情 我但凡约这个女孩出来 我兜里一定会带着钱的 就是我出门之前 一定会算好今天大概齐又花多少钱 我兜里的钱够不够 够我都会出去 大家好 我是米多 在我之前的影片中啊 我们也聊过台湾的女生和大陆的女生 有什么不同 台湾的女生不要彩礼 大陆的女生要房要车要高炸的彩礼 最近我刷视频还发现了一个 两岸女生男女 双方招网的时候消费官 有很大的不一样 大陆的男生跟女孩子出去啊 不会让女孩子花钱 台湾的男生通常就AA比较多啊 不是因为台湾的男生 傻气那是因为什么呢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你台妹出门都是AA制 你知道有多好吗 就是你刚刚那个饮料过 我那个三块等一下记得找给我啊 台湾人都很抠门吗 我的前男友 他是个台湾人平时约会的时候啊 敲几小气 经常会提到AA 买个抗传水也要AA 分手的时候还要分手费 是我的前男友太小气 还是台湾的男人都是这样子呢 在我们大陆的男生眼里面 台湾的女生是满足的 男生对于女生的所有宽散的 很多大陆人就是会对台湾女生 有一些迷失 你觉得有哪一些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台湾女生很温柔 台湾小姐姐讲话声音很好听 然后还有讲话的时候会说 你很机车耶 然后讲话的时候会说干嘛要这样子 然后还有讲话的时候会有叠字 就例如说要不要吃饭饭 例如台湾女友好像从来不会生气 欸你有袜子在哪里啊 我都找不到耶 这边有在下雨啊 你好像都在指头 唉又开错了 没关系没关系 我帮你找一下导航就好了 你看你带我这些门都很好用耶 这样子就好 那边啦 是不是在靠靠吧 唉呀要不要重新拍啊 没关系没关系不用了啦 人那么多 我觉得出来旅游就进入就好了啦 你看啊这个海就很漂亮 开海就好了啦 可这骨头啥呢 我看你都骨头半个点了 这个坏掉了 坏掉了你再骨头它不也整不上去吗 你就换个新的呗 啊换新的很浪费呢 Nice 台湾的女生对于消费观念 她们要求AA之讲话又温柔可爱大方 这个可能就是大部分大陆的男生 梦寐以求的女生 台湾女生会不会要求主动AA 我就不清楚 如果屏幕前的你是台湾人 身边的都是这样吗 欢迎下方留言评论啊 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真实的采访 啊我们都是AA啊 台湾男生帮女生付钱 女生会觉得很不尊重吗 是不会啦只是我觉得毕竟就毕竟花 没有必要别好 到底里面谈恋爱 大家财务上要不要跟她的金属就够不够 不要 为什么不要 你赚你那便宜 因为钱这种东西都算清楚啊 其实实力有限嘛 怎么不可能一直让她付钱在这边 对啊很不爽 就准备好钱来花 然后她就发不出事 对她女生也很强悍 就是她有时候可能 你去付她就说你瞧不起我哦那样子 我们会做 可是你也不要一直要求 就是被奖也很奇怪 她付钱比较有面子 对啊 她很愿意帮你付钱 哦如果她真的很想付的话 就是当然还是会给她面子 然后让她付 然后私底下如果 就是会看她钱包啊 如果她比较少钱 就可能会帮她补一点这样 看这段视频我们可以发现 台湾的男生不是不愿意付这个钱 是愿意的 女生也不干是肉哦 有的女生会觉得 你给我付是不是瞧不起我 有一个女生说 如果她要给我付 我可以给她面子 但是看看她的钱包 如果不多 会给她补上 在台湾的年轻人 思想和心里面 都很接受AA的这种观念 而且在台湾 女生的观念里面 不会觉得台湾的男生 少气 女生觉得比较习惯的 你知道在大陆 让女生AA会怎么样呢 会被身边的所有女性朋友 看不起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平衡的这张图 估计女孩子把钱往桌子一拍 直接转身就走了 所有的联系方式都会把你删掉 还有一个说 作为来自北方的人 我也表示 男女朋友出来 还得AA真的会被鄙视的 上面还有一个 AA少多了吧 都是女生买单 我很久都没见过钱了 都快忘掉她的模样了 在大陆这种情况 这个男生应该是 把所有的收入上交了 上面还有一个说 招往前男的付 招往后女的付 因为招往之后 把所有的收入都必须上交 大陆的女孩子 可能会比较长期一点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大陆的男生是怎么说的 女生给你出去吃饭 是瞧得起你什么叫占便宜 你到了周末 有的人约了个女孩约出来了 去的时候那么高兴 这不是你赚的吗 别人约了女生没约着 自己灰溜溜的回家了 心情很不好 你约了个女生约出来了 你们两个高兴去吃饭看电影 你赚的部分你怎么不说呢 一个多小时的交流 还没有筛出自己喜欢的 但是已经筛出了自己要躲的 要躲的 他刚才那个男的 大家都拉黑他 他约你出来 吃完了饭 看完了电影 他请客 然后说你占便宜 太孙子了 你比如说约会这件事情 我但凡约这个女孩出来 我兜里一定会带着钱的 就是我出门之前 一定会算好 今天大概期要花多少钱 我兜里的钱够不够 够我才会出去 不够我不会出去 那也就是说 既然已经做好这个准备了 就不需要女生的花钱 你只需要美美的 对吧 开心心快乐乐乐享受 接受就可以了呀 你搞什么那一套 我还给你AAA 前三次不用AA 三次以后也不用AA 因为AA这件事情 让你们变得很尴尬 男生不懂 那是男生的问题 大陆所有的男生都有一个共识 不管什么时候 男生跟女生出来吃饭 必须承担所有的消费 在我个人觉得AA 没有什么不好的 或者说是女孩子 目前不好的 因为我平时出去吃饭 也会主动的买单 因为别人请 我会觉得不好意思 就会感觉欠了什么事的 让女生买单 还是不是个男人呢 你说男女在约会的时候 应该要谁买单 废话 当然是男生 还有 可是现在也讲求平衡啊 女生也可以付出一点点 如果第一次约会 女生就买单的话 我想这个男生 肯定是应该会有两种想法 一个人是觉得没面子 第二个人是想玩啦 这女生当然对我没希望 没下玩了 确实男生是很爱面子啦 有一个朋友 他现在跟一个台湾的男生在交往 他跟我聊过 台湾的男生个性会比较求稳 会固定的传钱 会既定一系列的延伸规划 等目标达到了 才会去考虑创业 所以啊 创业的年纪通常会偏晚 可能是30到35岁以后 在台湾很多都是晚婚的 年龄也会稍微比较晚一点 性格跟个性方面啊 男人会让人感觉霸气 在外面会保护女生 让人很有安全感 是私底下他会有一点反差哦 会跟他撒娇 跟在外面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而且心思很细腻 还说台湾的男生普遍都是浪漫贴心 很会和脸上开心的 很容易注意到一些事件 比如说继任日等等都会记得 这些都是我朋友的真实感受 可能大陆跟台湾的男生一些小小的差别吧 听完我朋友说 我也恨想找一个台湾的男朋友 想想就好了哦 屏幕前的你 对我以上所讲的有什么不同的见解呢 好了这期视频到这里 订阅我们即将有用的 三会 欢迎留言评论